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川庆会上美朝两国虽然签署了朝鲜半岛 完全无核化的联合声明 但并没有提及无核化的时间和验证手段 外界质疑这声明好像有点空泛 对此川普强调 金正恩在峰会上的态度应该是一回国 就会尽快采取对无核化的具体措施 川庆会上美朝两国虽然签署了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联合声明 但并没有提及无核化的时间和验证手段 对此川普透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 下周将和朝鲜方面进行细部磋商 为实现美国寻求的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的无核化正式展开行动 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的采访 他向记者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国之后 应该会立即启动无核化进程 川普强调他相信朝鲜会根据首脑会谈的协定 尽快着手采取无核化的具体措施 川普自己也表示将来无核化工程到一个段落 内容势必需要经过验证 川普在采访中还表示 峰会中金正恩理解契合开发计划的必要性 并称他正在考虑付诸实施 川普还强调我们现在起将要启动朝鲜的无核化进程 预计该进程将会非常迅速的推进 为了要让韩国和日本交代川金会的细部结果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3号前往韩国 隔天将和韩国总统文在寅 以及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等人会谈 另外蓬佩奥还打算访问中国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阶层 对川金会结果进行磋商 目前相关事宜正在安排接待当中 新闻世事报记者段友如整理报导 两个月 麻烦